字幕翻譯 字幕翻譯 哈囉!大家好!我是男人廚房1加1的Colly 現在正值夏天 是芒果的盛產季節 那我們今天就要用芒果來做一道 港式的經典甜品 洋汁甘露喔! 在製作的過程中有了大量的芒果跟椰奶 所以它的口感是非常非常的濃郁喔! 另外我很喜歡這道甜品的原因是 它根本不需要去記所謂的比例 你可以依照你的喜好去增加芒果跟椰奶的用量 甚至是喜歡甜一點的朋友呢 也可以依照你的喜好適量的增加一些糖分喔! 這樣聽起來是不是很誘人呢? 那我們話不多說馬上就開始吧! 接著我們把葡萄柚的果肉取出 那因為這道甜品用了很大量的芒果跟椰奶 所以添加一點點葡萄柚 只有葡萄柚微苦的口感 去中和我們今天甜品很濃郁的味道 這樣吃起來就會更加的順口喔! 煮西米露的時候記得水滾 然後把西米露下鍋 接著轉中小火 讓它去煮五到七分鐘 接著關火上蓋燜五到七分鐘 再來我們把煮好的西米露泡入人水中 這樣口感會更加的Q彈喔! 再來把切好的芒果跟椰奶 放入火汁機中攪打 這裡你也可以適量的加入一些水分 或者是如果你喜歡濃郁口感的話 你也可以跟我一樣 就用椰奶跟芒果打成汁就可以囉! 最後我們把所有的食材撐完 今天的養汁乾度就完成囉! 做好的養汁乾度 你也可以先放到冰箱冷藏 凝蒸過後 口感更加的冰涼 濃郁 吃起來會更好吃喔! 以上就是我們今天為大家帶來的養汁乾度 是不是看起來非常簡單呢? 希望今天的影片你們有喜歡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掰掰 我們下次再見囉!